长行手掌下方饱满结实 手指条达饱满 运势根基深厚 有福之人 左手生命线比较浅淡 右手生命线变得清晰深刻 说明先天体质偏弱 成年之后身体健康无大碍 智慧线左手中间分叉 说明心灵手巧多才多艺 比较聪慧敏感 右手的智慧线到了尾端才分叉 说明后天 对于这些艺术方面的失去兴趣 而对商业却异常的敏感 善于发现商业机会 从而获得事业上的成功 小指的钱财纹清晰有多条 并且偏财运势非常不错 往往能够在工作当中 获得意外的奖励 或者是投资当中获得回报 感情方面 感情线早期有导文 大概是18到20岁左右 同时影响线也穿破了事业线 紧接着24岁左右 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感情线同期有多个导文 说明这两个阶段 容易犯情伤 受到感情的挫折 同时也说明自身的桃花 还是比较旺的 桃花这点 从面相当中的酒窝 也可以看得出来 太阳线有多条 说明人员不错 在外面的名声不错 但是太阳线被两条横门干扰 容易犯小人 被小人打报告 这点看面相当中的嘴巴歪斜 也可以看出 是因为无意的言行 招来小人败坏自己的名声 注意言多必识 感谢观看